张华县108年度杰出身心障碍就业者 及超额禁用身心障碍者优良厂商表扬活动 20日在全国立元大饭店盛大举行 县长王惠美表彰县内10位杰出身心障碍就业者 及69家超额禁用的优良厂商 认真的超越障碍 在职场上获得个人的最大的潜能 展现出对于生命的价值 今天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大家的肯定成为我们身脏朋友的楷模 还有就是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放弃我 让我有机会在这个社会上努力临近打拼 是3位10类有心公司林董来领这个奖 我替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有光彩 王县长肯定杰出身心障碍就业者在职场的付出 同时也感谢超额禁用的优质企业 提供就业机会并对生长员工照顾与提息 让他们成为公司的得力助手 善尽社会责任也提升了企业的形象与价值 让他们有发挥一己之长的舞台 供应频道张华远花坛采访报道